有一位广东大爷在集市上卖简简单单的清水炒蛋 每天买800多份来吃他做这道菜的人络绎不绝 今天大厨就揭秘他的做法 一起来看看大爷这个清水炒蛋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们先准备4枚抛腹铲的鸡蛋 把它单手打入到碗中 再加入100粒白色的食盐 加入少许的生抽酱油 再准备一些清洗干净的小葱 把它切成小葱花 切好以后放入到鸡蛋中 我们再用筷子把它们搅拌999次 搅拌到我们的鸡蛋 非常的松散 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另起浴碗 加入和鸡蛋 同样分量的清水 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锅里面倒入我们刚才准备好的清水 把水给它烧开 水烧开以后 倒入我们搅拌好的鸡蛋 不要着急给它动 先让底部定下型 底部定型以后 用铲子慢慢的给它推动一下 让鱼下的蛋液也全部定型 蛋液全部定型以后 用铲子给它翻动一下 然后把鸡蛋给它封成小块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我们就成功复刻了 大爷做的清水炒蛋 不加一滴油 吃的非常的健康 鸡蛋也非常的弄滑 方法关键也非常简单 学会以后我们再也不用坐火车 坐飞机 排着队 去吃大爷做的清水炒蛋了 今天清水炒蛋 这个做法就封眼给大家了 赶快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